诸位校长 诸位贵宾 诸位法师 诸位朋友们 大家新年吉祥 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时间 在此地 我们这个Flama Hotel 这个是我们黄老先生 他创办的 我们黄氏的先祖是黄乡 因为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有一次在裴峰中学办课程 就是黄氏工会邀请的 结果所有的工作人员 都穿黄色的衣服 上面写的四个大字 孝清尊师 这个是我们中华文明的 大根大本 尤其这个黄氏的先祖 黄湘是我们汉朝的大孝子 他是东则温 下则静 而且他只有九岁 九岁的孩子 一般来讲 还在父母的呵护之下 但是因为他的母亲去世了 他就懂得照顾好他的父亲 而且对他父亲的体恤 非常的细致 体贴入围 那我们想一想 一个九岁的孩子 可以体恤父亲 体恤得这么细腻 他从事哪一个行业 不会成功 因为各行各业 都是服务人 我们说 一孝注忠 忠诚出于孝子之门 他用这样的心 来照顾他的父亲 比方说他到了医学界 他也会用这样的心 去照顾病人 比方说他到了教育界 他也会用这么体恤的心 去培养学生 刚刚我们听到 我们中校长 他所制的欢音词 他是非常有使命感 而且他走过不少学校 拨下了不少种子 在他执教的 不管是他当老师 还是校长 相信这些孩子 都已经种下 影响他一生的 德行的种子了 就像他们的毕业典礼 毕业生 都跟他的父母 还有老师敬茶 大家不要小看 这只是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假如 生殖在孩子的心中 那他是受用一生 因为给父母敬茶 是有孝心 给老师敬茶 是有恭敬心 尊师 众道 其实 我们所处的时代 真的是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 变化速度 最快的时代 可能 比方说一个农村的人 他从根本就没有电话 可能短短几十年了 他现在有手机 可以直接上网机网路 什么都看得到 这么快速变化当中 人假如没有掌握 人生不变的东西 他就会受整个环境影响 他会心里很不安 我会不会跟不上时代 在座所有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担心跟不上时代 那这个就会有不安心 那怕跟不上时代 我们就会看很多很多的资料 那看那么多资料 那哪些资料是正确的呢 假如这些资料是不正确的 我们又觉得他讲得很对 就会受他影响 所以变成我们是在知识爆炸的时代 我们自己要很有盼的智慧才可以了 不然比方我们得到一些讯息 有一个说法讲到了 19世纪最大的威胁 是心脏病 20世纪最大的威胁是癌症 21世纪最大的威胁是忧郁症 那我请教大家 我们得到这个讯息 对自己有什么影响 对哦 我好像有亲戚朋友有忧郁症 我好像有得癌症 那我会不会得啊 我的亲戚朋友会不会得啊 我们得到那么多讯息啊 会不会让我们内心产生对未来的担忧 我们只要有对未来的担忧 我们的心能不能安定在当下 所以在这样的知识爆炸的时代 人心要能安下来 是最重要的重点 因为人心安不下来啊 他会慌张 慌张会生烦恼 只有安定啊 才会生智慧 那 人的心要怎么安定呢 他一定是明理他才会安定 不然听人家一个说法 两个说法 三个说法 他就慌了 理得啊 心才能够安 就好像说 哇 得癌症的人不少耶 那我们假如明白 得癌症的原因出在哪 我只要不犯这些因 我就不会有那个结果 因为所有的事情啊 都没有离开这两个字 就是因果 所以我们假如真正了解我了 那今天假如我们所呈现的是不好的现象 我只要了解它的原因在哪 我一定可以把它化解 可以把它改善掉 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出在于 我们的心不定 很担忧 烦躁 我们静不下来的时候啊 要去分析 问题出在哪 就不容易了 好 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身体检查 出现情况了 我们慌不慌 一慌了 我们会考虑什么 有没有一铁药啊 给我吃下来 马上就好了 就像那个武侠小说里面说的 吃了一千年的 天三雪莲 就好了 那个是武侠小说里面的 今天我们身体出问题 它可能是三年五年 甚至更久的时间 才造成的 我们要让它恢复到正常 那一定有一个过程了 可是今天 假如我们没有耐心 去检讨问题 去面对问题 那要化解身体的问题 就不容易了 但是我们静得下心来 我们能够双管齐下 多管齐下 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化解掉 所以 人生呢 我们轻重缓急啊 一定要抓到了 人生其实最重要的 首先是要有智慧 有智慧 我们对自己来讲 我们所说所做的 都是对的 自己会越来越有福报 我们 所说所做的 都是爱人 都是尊敬人 得到的结果是 爱人者 人恒爱之 敬人者 人恒敬之 可是我们所说所做的 假如不对 那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事业 它就会往不好的方向走 所以有一句话说 以不变 以不变 应万变 只要 不管我们 现在所面对的是什么情况 只要 我们的心 每一念心 都是用对了 所有的事都往好的地方走 可是我们往往遇到事的时候 不是关注我们这颗心 都是被发生的事情 影响我们的情绪 我们都陷在事里面 陷在哪个人的事情上 好 所以 孔子在论语当中有讲到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君子 他在面对人生的事情 他都是先考虑 根本在哪 从根本来解决问题 我们 也要形成一个习惯 我今天所面对的问题 我要从根本去思考 所以一个人有智慧 他就是能从根本思考问题 好 我们 今天的题目是 东西方智慧 插出 幸福 火花 我们所追求的是 家庭的幸福 社会 甚至是世界的幸福 这都是我们应该 这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因为天下兴亡 皮肤 尤其现在 这个是网络时代 哪一个地方出现什么情况 全世界都知道 甚至于哪一个地方 发生战争 会影响 会影响的面 甚至是全世界的面 所以 我的师长 施近空 老教授 有一次 人家 跟他打招呼 然后就请教他老人家 您是哪里人 老教授 老教授说 我是地球人 我们同乡 我们听了会心一笑 同时 首先要学到老教授的幽默 当老师的人 现在要比较幽默一点 时代在变 当父母的 当老师的 也要随着时代 我们说随缘就方 以前的小孩 你给他讲道理 他乖乖的 手还贴着立正 听你讲 那是五十年前的小孩 你现在在给他 你给我立正正好 我要跟你讲话 训话 那他可能 你讲的话再有道理 这个方式他不接受 就不得利益了 我不是说这个方法不行 就是这个孩子 有学过弟子规的 再来 一个父母老师 你在教孩子道理 他要心悦臣服的前提是什么 是父母老师做道了 这是前提 我父亲教训我 我从来没有不服气过 因为我父亲 我没有在我爷爷奶奶的脸上 看到他们 曾经为我父亲担心过 我没有见过这样的表情 所以父亲在 陈德的生命中 就是很高大 人一生 都非常仰慕自己的父母 这是人生的幸福 人生有一个痛苦很厉害 就是他最仰慕的父母 他对父母产生看法 这个对一个人来讲 对一个孩子来讲 内心非常的难受 甚至于是他曾经非常尊重的老师 可是老师所说的 跟经典所教的不一样 这个对孩子的生命 冲击都很大 这个我们首先要理解孩子 理解学生 我们首先 我们今天可能要沟通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 其实我们都有一些习惯 比方说我们遇到事 我们的习惯是 从根本去考虑去解决 还是从症状当中去解决 比方说得癌症 我们有没有根本找到 我的饮食问题在哪 我的生活作息的问题在哪 把这些根源要找到 还是我们就习惯 生出来了 割掉就好了 这是症状解决问题 这个习惯要转过来 人的命运要不转变 就是思想转变 思想决定行为 行为决定习惯 习惯形成性格 性格就决定了命运 都是要从根本 就是思想 一个人思想不愿意改变 别人是帮不上我们的忙的 所以古人留了很多教诲 比方说成语告诉我们 自逃苦吃 自作自受 自干堕落 自觉坟墓 这个都提醒我们 人生其实自己要负比较大的责任 你看自求多福 自立自强 自助天助 所以 古人这些话 我们得到要用心去体会它 从根本来思考问题 解决问题 还有一种惯性 就是我们容易先要求他人 而不是先要求自己 其实我们要求别人的习惯不转过来 家庭里面会有互相的不理解 甚至严重一点会互相埋怨 在论语当中 有讲到 公至后而博折于人 公至后就是反省之急 就是言语律己的意思 博折于人 就宽以待人 则远怨已 你就远离人家对我们的埋怨 我们现在思考一下 我们在家庭当中 我们在事业团体当中 有没有人很埋怨我们 埋怨是一个结果 原因出在哪 原因 我们要求别人过 所以孔子教了四十九年 教两个字 孔子说 无道一以万之 就叫两个字 所有的经典都在注解这两个字 中树之道 中言以律己 树宽以待人 多理解别人 我们再讲的简单一点 孔子教的就是用我们用真心 用我们西方的话 就是用耶稣基督的博爱 用真心 用真心 我们一想到耶稣的博爱 我小时候就唱过一首歌了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我现在有一点点年纪了 这个唱歌 背活量要比较大 我就不唱了 我也要掂量掂量自己现在的 几金档 几经几两种 因为我也在检讨 我的个性比较逞强 所以有时候太逞强 这个体力太消耗 你看这首歌曲里面 这都是来自于圣经的教会 我看圣经没有教我们 你多去要求别人 没有的 都是要求自己 包含原谅别人 也没有条件的 像这个第一门徒 彼得 他有一次问基督 我的弟兄得罪我了 我应该原谅他几次 七次过了吧 耶稣告诉他 不止七次 七十个七次 说实在 你能够原谅人家四百九十次 那个人早就被你赶化了 所以老子中留了一句话给我们 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但恐成心未至 我的真诚还没够 够了 今诚所至 今时为开 就像我们的老祖先 也是我们在座 很多人的祖先 是我们 伊斯兰教长老妇女士的祖先 大顺 顺王 他所面对的 家庭环境 可以算是最恶劣的了 他是二十四孝之首 他的后母 他的父亲 要害他 他的弟弟 也要害他 在座有没有人 遇到这样的人生 机遇了 假如有啊 不要难过 你要告诉自己 上天太瞧得起我了 孟子说 天将将大任于 私人也 我这样的考试 假如我能够 突破了 那我将可以告诉天下的人 真诚是可以感动人 其实我们 回头想想啊 我们现在人生 有遇到一些挑战 我们想一想 我们的小孩啊 以后面对的挑战 比我们轻还是重 大家觉得呢 比我们重哦 我记得 我师长啊 他就曾经 对我们这一辈的 我是 我们是 他老人家 孙子辈的 向他请教啊 我们这一辈 弘扬 传统文化的难度 跟他比起来 他老人家说 比我难 十倍 百倍 都不止 可是我们现在 面对困难哦 我们只要 想到他老人家 经历过的事啊 就想一想 小屋 见大屋啊 我们这些 芝麻蒜皮而已啊 所以他老人家 所经历的 这些考验啊 都变成了 我们学生的榜样 他都在指导我们 怎么面对 逆境二元 同样的 我们现在 当父母老师的 我们 在面对人生 这些考题的时候 我们能突破了 真正爱护我们的 孩子跟学生呢 这天下 无难适 只怕有心人 而且 我们真正冷静下来 思考啊 我们所遇到的一切 事情啊 境界 它本身 不可能障碍我们的 有一句话讲啊 按照逻辑来讲 没有任何人 对啊 大家注意哦 假如 这个孩子 他在家里啊 他的 父母就是 一言堂 他以后 离开家庭 只要遇到 一言堂的老师跟长辈 他的嘴巴 就会撬很高 因为 他的内心 已经 对这个 不能接受了 所以我们 长辈 在跟 年轻人 讲话 要不要看着 他的表情 他嘴巴都翘这么高了 你应该要改变 你的战术 不能就是 自己的执着 要像水一样 善善若水 随缘 旧方啊 你看水 你给他放在一个 方形的 容器 他就变方形 你把它放在一个 圆形的 容器 他就是圆形的 你要融入 孩子的心灵世界 你才可以跟他交心呢 你用的方式 他都不能接受了 那这个圆就不具足了 按照逻辑来讲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进入我们的内心 这句话 大家都同意 下一句 大家注意听 既然没有一个人 可以进入我们的内心 请问那个 伤害我们的人 是谁 你自己说的 不是我说的 这个就是 讲话的 艺术 当你问到 那个伤害你的人 是谁 到这里就不要再讲了 你假如说 就是你 就是你 他心里就不高兴了 你点到这里 他自己说 是我 你就 阿弥陀佛 你就善宅 那是他自己观察到的 那确实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真正进入我们的内心 所以是我们的内心 在这个境远当中 产生了烦恼了 产生了对立了 产生了分别执着 我们 就像刚刚举的例子 彼得 问基督 基督的心境 是无条件的包容人 他内心没有觉得 这个人对不起我 就像我们伊斯兰教的圣讯 老人家还特别 用书法把它写下来 在憎恨与喜悦的日子 说公道话 人能够有这个修养 他心就平了 而且他讲话 人家福气 我们一动感情 就会偏颇 自己比较静的人 都替他们讲话 那人家心里就不服了 接济与我断交的人 照顾与我绝情的人 你看这些 跟我断交 跟我绝情 我并没有跟他对立 原谅对我行不义的人 你看这些教诲里面 有一个大根大本 他相信什么 相信人之初 信本善 这个是所有教育 东西方圣者人教育的一个 大根大本 那我们这些圣者人呢 做得好 说得很好 他表演得也很好 像 顺王 他面对 父亲后母要害他 他只记 他们的恩德 他们的不好 他不往心里去 这个对我们来讲 很重要 我们亲戚朋友之间的相处 我们只记他的好 他的不好 我们不放在心上 慢慢 他的良心 就被我们的态度给唤醒了 比方说 夫妻之间相处 先生不好 知智不提 先生有一点好 就在家人 朋友面前赞叹他 这个就传到他的耳朵里来了 他一听 我做这么多不对 我太太一句话都没讲 我才这么一点好 他就这么肯定我 我不能辜负他 对我的欣赏 对我的信任 人的良心善良 就被太太的德行唤醒了 这是 只记他的好 那我们换另外一个发展 先生不好 我们忍不住脾气 到处讲他不好 这个声音会不会传回他耳里来 那传回来他会怎么样 他会恼羞 沉怒 所以言语的修养很重要 要忍得住脾气 话到口边留半句 心平气和 才能言 你一有脾气讲出来的话 对自己对别人没有好处 所以要有理智 不能感情用事 所以孔子把言语排在第二位 德行 言语 正式 文学 孔子是自圣先师 我们办教育 要以他老人家为榜样 我们不以他老人家为榜样 有可能我们会 舍本足墨 什么是教育的本 我们要抓到 我们没有抓到 我们的教育变成本末到智楼 那顺王表演 都觉得自己做得不够 还只寄养家里人的好 后来把自己家转过来了 那大顺吃亏吗 你看别人对他不好 他都包容 有没有吃亏 所以我们的老鼠先 教导我们 吃亏是福 因为肯吃亏的人 心量扩大了 量大 福大 这句话也很重要 我们需不希望 我们的下一代发展的好 发展好 是他有福报 大家注意 发展好不是因为 他竞争力非常强 发展的好 是因为他有福报 不管他只要有福报 他不管干哪一行 他的福报都会献钱 钱不是赚来的 这句话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我给大家 for example 师长讲经的时候 有提到 香港有一个很有钱的人 李嘉诚 他当时候还没有发展 还很穷的时候 刚好遇到一个成狼 给他算命案 就对这个年轻人说 你希望你以后有多少钱 他好像说 我有三千万就好了 他说不只 你的财库我满出来的 他命中就有那么多钱 是不是因为他 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 所以他才赚到 那个是个缘而已 因是他有福 他钱是金生鸡的福 请问大家 你们有没有遇过亲戚朋友 一天干十二个小时 最后也没留下什么钱 有没有 然后他还不知道为什么 他会气得吐血 所以明理很重要 你不明理 人比人 气死人 会气出病来的 那这个老祖宗都有交 所以我们现在得 接通东西 圣泽人的智慧 我们的人生是站在 这些几千年的智慧之上 那刚刚跟大家举大顺 你说他吃亏吗 孔子在中庸里面 赞叹 顺其大笑也余 他很孝顺 他因为孝顺 他自己本有的本善 明德开发出来了 所以我们儒家 大学说 大学也知道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子于至善 这个明明德 就是把我们本有的明德 恢复 所以叫明明 第一个明是动词 叫恢复的意思 那你恢复了 你无量的智慧 得能福报 慢慢就显露出来了 所以孔子说 大笑也余 得为圣人 他静笑 最后他得行 达到圣人 尊为天子 富有四海之内 他福报现前 中庙享之 子孙保之 他的福报 不止自己当了天子 他还可以护佑 后世的子孙 请问他吃亏吗 假如顺王 那个时候对他爸爸 跟后母说 我跟你拼了 在座 很多人就没有坐在这里了 你看 忍住脾气重不重要 我们跟后代子孙是分不开的 假如你脾气 快要发出来了 想一想 你的子孙说 祖宗啊 别发脾气了 不然我们就要消失掉 我们跟祖先 跟后代是一体 分不开的 这是顺王 所以你说 这么不好的人事境缘 障碍得了我们吗 障碍不了 而且是真上缘 让我们更快速的提升 所以按照逻辑来讲 没有人可以进入我们的内心 也没有任何人可以障碍我们 是我们自己的心念障碍我们 我们释迦摩尼佛也给我们表演了 他在修行 他是忍辱先人 遇到一个暴君 哥利瓦 对他嫉妒 你在修行吗 我看你修得怎么样 拿刀啊 割他的肉 诸位长辈朋友啊 你们有没有遇过 人家拿刀割你的肉 没遇过那么难的吧 释迦摩尼佛遇过 释迦摩尼佛没有生气 也没有报复他 而且告诉他 我成佛第一个度你 结果呢 佛就在面对这个暴君的缘当中 他忍辱波罗蜜成就了 他老人家本来是在弥勒菩萨之后才成佛 就是遇到了这个哥利王 他提早成佛 所以这一个逆境二元 反而帮助他 更快成佛 没有障碍 所以孟子说 天将将大任于诗人也 就代表 这些境界是来 成就自己 提升自己的 像 对承德来讲啊 我从小啊 我妈妈就说我是烂好人 也有一些朋友说 我出社会会被人家欺负 会被人家骗 没有啦 我记得我有一次 真的在深圳 要过到香港 还真的被人家骗 哇 他们都是一伙的啊 他们 在 等在那里说啊 今天什么什么情况呢 我说哦 那我做不成了 我很容易相信他 做不成 然后他们就 设计好 后来我就坐上他的计程车 然后他就开始 哇 什么药很好 卖药的 后来我坐上去之后 我就一路就跟他讲传统文 结果后来他就把钱还给我了 我们新加坡好像有一个同乐餐厅是吧 那个创同乐集团嘛 那个创始人不是被绑架吗 哦 后来 这些劫匪都被他感动了 我们新加坡也有这样的表率 感动人啊 我们那一辈的人啊 确实他纵使书读的不多 他从家庭当中啊 都有传统文化这些熏陶啦 那像 自己啊 让好人 但是一定要提神 因为啊 慈悲多祸害啊 方便出下流啊 你今天要去帮人呢 你太心软了 比方说 他赌博 每一次来跟你借钱 你都心软 你看起来在帮他呢 其实是在害他呢 所以佛家说 悲至双运 要用智慧 不能只有慈悲 所以我性格是烂好人呢 也有很多事情磨练过 磨练到 去体会 怒目金刚 跟慈眉善目 是一不是二 你很有原则 呵斥他 能把他唤醒 这个也是慈悲 所以不能 执着自己的性格 要往哪里 往中庸之道 去努力 但是没有这些人生的磨练 我们没办法学习成长 所以老法师说 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这些境界 都是来提升自己的 那事实就是好事 那我们刚刚举了 顺王 释迦牟尼佛的例子 那代表 没有任何人 能够伤害我们 甚至于我们 善用我们的心 任何逆境恶元 都在提升我们 人欠你 天会还你的 假如念到这个 可能就要举一些 圣经的话 应该经典当中 都会讲到 你能够宽恕他人 你跟天国 应该是越来越近了 就像刚刚我们举那个 彼得的例子 他原谅人家 可以七十个七次 那现在世间人说 你原谅人家 七十个七次 人家说 你脑袋有问题 你怎么这么傻 可是傻人 有傻福万 你很吃亏 当你走到上帝的面前 上帝说 我等你很久了 你看圣经里面讲 你若要进入永生 就当遵守诫命 就是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当孝敬父母 又当爱人如己 人不能只计较眼前 都不肯吃一点亏 其实我们看看 现在是功利的社会风气 你得要心中有经典 你才不会随波逐流 今天你假如爱人如己 人家会笑你 你太傻了 甚至于今天你很孝顺父母 可能会有人告诉你 你干嘛对你父母这么好 我真的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因为整个功利的氛围 就会让人只看眼前 孔子说 人无远虑 必有尽 必有尽忧 大家想一想 人只考虑眼前 请问他的心量大不大 你心量不大 你会有后福吗 所以你看现在 年轻人 师长有说过 现在人归恶狼神管 财狼 色狼 你去念大学以前 他对男女关系 没有正确的认知的话 这个孩子 很难不随波逐流 教育要趁早 我们都遇过年轻人 他说他堕呆十一次 他在讲的时候 他还不觉得羞耻 他觉得怎么样 就是我长得漂亮 所以人不学 不知道 不是义 甚至于偏颇的思想 觉得 好像很有魅力 才能吸引别人 那做这些事情 包含堕胎 把人生大半的福报都折损掉了 所以人不能只看眼前 要想着 人是有未来事的 好好 这一生经营好 我们可以去天国 可以去极乐世界 真正我们幸福 还是要用圣人的标准 我们老鼠先说 五福灵门 其中有一个就是三宗 临终的时候脑子很清楚 我该走了 三知经里面有 窦烟山 有义方 焦五子 明俱阳 这个窦烟山本来也是 不懂事 在梦中 梦到他的父亲 父亲 祖先都很爱护 告诉他 你不可以再这样造恶了 崇敬以后要断恶修缮 他醒过来之后 就真的断恶修缮 后来本来没有儿子 生了五个很好的儿子 叫五子明俱阳 他自己活到八十几岁 然后亲戚朋友来了 他洗好澡 跟大家说我要走了 都打好招呼了 坐在椅子上 就无疾而终走了 诸位长辈朋友 这样走好不好 那我们想这么走 现在要努力 现在十个人里面 可能有一半 都是在医院里面 无理糊涂 走的呢 只要肯努力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我们现在都强调科学 有很多西方的科学家 他用科学的方式来证明 人有前世 那既然有前世 当然有未来事 他用什么方法呢 有一些小孩 生下来还记得 他前世的状况 比方说有一个印度的女孩 很小 那就跟他的妈妈说 前世住在哪 里面有什么呢 后来就接上了 这些研究人员了 研究人员就带着这个小孩 回到他叙述前世的家 结果一到 他的家人出来了 对着他儿子 他说 母母 这个是你的外甥 他说 不是 这是我儿子 那个小女孩的眼神 就是慈母的眼神 其实这个 站在他面前的人 比他大多了 因为他转世了 他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 接着走进去 看到他先生 已经娶了另外一个太太了 所以这个小女孩 马上露出非常嫉妒的眼神 你看人 你看人生出来 先天就带一些过去生的习气 那进一步 就问他先生说 有没有哪一件事 是只有你们 问他这个小女孩 有没有哪一件事 是只有你们夫妻知道 任何人都不知道的 他说有 他借了我多少钱 没有还我 他先生说有 你看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 不要占人家便宜 你占人家便宜 下辈子要加利息 还有通货膨胀 都要加进去了 我们当时候 是看到这些资料 是因为师长老人家 因为东方一般都比较承认 轮回转世 西方居然有那么多科学家投入 那我们去找这些英文资料 翻成中文来宣讲 其中有一些是催眠 进入前世记忆 其中有一个历史 我的记忆也很深刻 就是有一个人在前世内 住在一个hotel里面 结果他住了几个月 因为跟老板很熟了 之后再结账就好 结果老板突然死了 他心里想 没有人知道我住多久 他就没还 经过了时空了 这一世他有一个朋友 他这个朋友很困难的时候 他借他钱 结果朋友有钱了 不还他 他气得都快忧郁症了 没有办法接受 想不通 后来去催眠 就回到前世的记忆 后来再回来 他就比较想得通了 我们人生有很多想不通的事情 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说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则事 欲知来世果 今生做则事 所以刚刚这个两个例子告诉我们 没有占便宜的事 所以不要欠人家的感情 不要占人家财务的便宜 这个世界没有便宜 可以占来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幸福 五五五零门 这个我们 再好好来探讨 那我们 东西方 圣泽人 他们的智慧 传承几千年 所以师长老人家 曾经讲过 从一句话 就把所有的问题 根源 讲清楚了 所以我们敬佩老人家 在这一点 刚刚还举了 老人家说 我们是地球人 所以当老师要幽默 还有老人家这个话是 提醒 所有地球的人 地球已经变成村落了 互相关联 所以我们 考虑事情 应该为全球来考虑了 这样 世界才能慢慢 恢复到安定和平 就像 图文八 他办宗教团结 他虽然人口只有八万人 好像现在已经十四万了 真叫不少 叫福地 福人居 论语 论语说 理人为美 搬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环境 很重要 他做一个样板 全世界 就很多人 愿意到这里 来吸取宝贵的宗教和谐团结的经验 而且这个经验是从我们新加坡开始做的 我们这个都要把它继续传承下去 师长有讲到 所有的问题是东方忽略辱士道的教育 西方忽略了宗教经典的教育 其实这句话告诉我们 我们要解决所有的问题 只要把东西方圣泽人的教育弘扬起来 这个世界就能重新恢复安定 从家庭团体都能恢复安定 所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有 老人家讲的 经典讲的都能解决 而且东西方圣泽人 是英雄所见的 略同 都是相应的 我们刚刚念的这些经文 都是相应的 您看进入永生 就是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全部一样 不作假证就不妄语 儒家的五常 佛门的五戒 跟圣经里面完全相同 这一句里面还有 当孝敬父母 都一样 都一样 百善 孝为先 孝心开了 百善就开了 一个孩子孝心真的开了 你就不要再担心他的未来了 儿孙自有 儿孙福了 他又会判断是非三恶了 你就不要太操心了 好 那我们现在首先呢 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 我也曾经跟大众交流的时候 有问到 你有把握 你自己跟孩子 不会得癌症的请举手 你有把握 你跟孩子 你的学生 不会得忧郁症的请举手 你有把握 你的 你自己跟孩子 不会离婚的请举手 有结婚的赶快举手 不然我就有罪过了 到时候你们回家吵架了 其实我的罪过了 有把握 你的孩子 以后他兄弟不会上法庭的请举手 有把握 我们的孩子学生 不会犯罪的请举手 有把握 我们的孩子 不会自杀的请举手 好 陈德问的这几个问题 就是你只要发生一件 他的人生都会很有挑战 我问这些问题不是吓大家 这确实是我们要面对的情况 因为我们现在人从身体 疾病 到心理疾病 还有到家庭 这个 离婚率 19年我曾经看到 有地区已经到了七成 还有这些社会问题 我们从现象来看 好像很复杂 但是你从根本上看 就是人心的问题 利欲熏心 但我们去思考看看 这所有的问题离不开 他为利是土 重利就轻易了 他就提不起情易 恩易 道义 才会有那些悲剧 当我们的孩子 是把义排在前面的时候 他的人生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从根本上看并不复杂 有一句话说 欲令致命 人的欲望太强了 欲令致命 利令致昏 为利是土 这个人脑袋就昏了 甚至会挺而走险 我们看到现在这些问题 我们不得不佩服 我们老祖先的智慧了 孟子说的 几千年前 古圣先王就担忧了 宝石暖衣 宝石就 吃得饱 暖衣穿得暖 他的物质生活没有问题 一居而无教 一居 他没有人生的目标 他提不起使命感 现在很多宅男 宅女 啃老族 还有月光女神 每个月都花光光 去跟父母要钱 因为他的目标就是享乐 他不知道人生的真正的快乐是什么 这个我们要教他判断 一居而无教 没有伦理道德 因果 圣人教育 则静于情受 人是很尊贵 叫万物之灵 可是他为什么尊贵 因为他明伦理道德 因果 因为他懂得去服务人 去爱护生命 他是能够帮天地 无私的教化 所以他并列三财 所以则静于情受 故圣人有忧之 遥顺他们担忧 所以夫以武教 叫五轮大道 五轮八德 整顾四顾全书 就教五轮八德 我们能把五轮八德教好 把这个德行 扎在孩子的心田里 后面就没有那些问题 尤其一个入则孝 孝心开 百善就接着开了 我们现在也得静下心来 去感受 因为我们有时候 遇到孩子怎么样 就会很心烦意乱 你就不容易去感觉 很深的道理 我们去看一看 现在所发生的问题 只要这个孩子的心里面 可以提起 孝 替 忠 忠 信 离 义 廉耻 仁爱和平 这些诱惑困不住他了 可是这十二个德目 都从孝出来了 所以孔子说 不孝得之本也 孝是德行的根本 孝之所由身也 孝欲就从孝开始 你看 有爱兄弟 兄弟目孝在中啊 一个人能尽忠 尽心尽力 从哪里来了 从对父母啊 亲所好 利畏惧 他所信用 从哪里来了 悟母命 行悟然 他答应父母的事 他赶快去做了 离 不爱 不敬其亲 而敬他人者 为之背离 他恭敬 从哪里落实啊 从对他的父母啊 他对父母是这样内话啊 他对别人就是这样啊 父母命行悟然 父母笑须敬听 很恭敬啊 出必顾 反必面 他尊重父母 他要出去 一定要告诉父母啊 不要让父母都操心啊 义 忠义 他三三年 常悲夜 他对父母那种念恩 父母都离开恩 多少年呢 昨天我遇到一个 朋友 我看他应该也差不多 五十岁吧 他十三岁好像 他父亲就去世了 他母亲啊 五个孩子 含心如普啊 不简单啊 他一讲啊 我坐他旁边呢 他眼眶就 含着泪水了 你看母亲都已经离开他 父亲离开他那么久了 一想到小时候 母亲的辛苦 一个大男人 结果坐他对面的人 也跟着他流眼泪了 这是每个人本有的 这个义 连 一个人 有什么好吃的 马上都给父母 物虽小 物失常 他没有贪心 就是连结 吃 得有伤 疑亲 修 我不能让我的父母 蒙修 这个羞耻性 就从这里出来了 人 两个人 想到自己 就想到别人 东则温 下则静 设身处地 爱 汉景地 我们在座应该有很多 姓刘的朋友 你们的祖先榜样也很好 清有吉 药仙场 昼夜市 不离床 对他母亲的体恤 爱护 和 清有过 见死根 疑无色 柔无身 他 劝父母很柔软 人的和气 就是从跟父母相处 培养出来 见不入 岳父见 豪气谁 他无怨 父母哪怕有时候发脾气了 骂他 他不往心里去 平 好 好了 我们 我们 能学习 从根本看事情 从人心上看事情 那 很多事情 就不会像表象这样 纷繁复杂的 我们所 面对的 环境 确实是物质 快速 开发 我们或多或少 都会比较 物质化 物质化呢 就会比较在意 看得到的东西 好像你没有 握住这些物质 你就没有安全感 那人越在意 看得到的 他会忽略 看不到的 他一种感受的能力 会越来越弱 所以现在 连轻人之间 都感受不到 对方的心 我记得有一次 坐在车上 开车的朋友说 哎呀 很遗憾 我们家有个邻居 他的孩子挺好的 十九岁 结果呢 他父母说 他突然自杀了 诸位长辈朋友 你们听到这句话 觉得这句话 讲得有没有道理 这是他父母讲的 突然 自杀了 一个人在自杀以前 有没有 症状 可是为什么 他的父母的结论是 突然自杀了 代表 代表父母在这个孩子 有很多痛苦的表现 言行的时候 父母都没有觉得 或没有察觉到 可是 父母跟孩子 本来是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我是很有体会 刚好 我大姐 她生第一胎的时候 生产前后都在我们家 我就接触这个外甥比较多了 那个母亲 随时可以感觉到 孩子的心 有时候 在吃饭 突然 姐姐就跳起来了 为什么 孩子哭了 他总能在 第一瞬间 感受到孩子需要 我都是后知后觉 还有一点 孩子压压学语 他这个外甥跟我讲话 我都听不懂 都是他妈妈翻译的 奇怪 我的耳朵也没有比我姐姐差 这个是天性 可是为什么会变 孩子内心很痛苦 你都没有办法理解他 从年薪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一点 当我们的孩子 对我们 可能是 逆反我们的时候 我们首先不要去 要求他 首先我们先体恤 当一个人 要对自己最尊重的父母 老师逆反的时候 你知道他有多痛吗 他不愿意这样 但是他所见的一些事情 让他 我父母怎么可以这么做 老师怎么可以这么做 他是一点一点从 这么尊重 扭曲到这个样子 假如你能体恤到他的心 你首先不是要求他 是反省自己 所以这个树道 孔子讲这个树道 很重要 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 两三岁 会讲话 开头都是 我爸爸说 我妈妈说 到学校去 我们老师说 所以我们要转变一个习惯 从要求 转成理解对方 因为要求就会 爱你没商量 要强迫中奖 所以现在有一句话叫 理解万岁 当我们理解孩子了 孩子也能慢慢理解我们 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因果 所以当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 我很痛苦 都没有人理解我 这个时候转个念头 从我开始种下 理解别人的种子 什么事都离不开因果 种下好的因 坏的因不种了 慢慢这个家庭就改善过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练 真的能够感受到家人的心 我想人的心 它是不知不觉变的 我们本来对家人一无所求 比方说对孩子 当他呱呱 咕咕坠地了 你当父母能看到他 我这一生再辛苦再累 我一定要让他幸福 可是当他成长的时候 你看到邻居 学钢琴的 学小提琴的 开始攀比 开始对他学音乐有要求 开始对他的成绩有要求了 慢慢慢慢 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 是外在这些物质 这些能力 分数的比较 我们那个真心 就慢慢被这些东西影响了 那攀比 自己很有压力 这个压力也会压在 在孩子身上 甚至会压在 自己先生的身上 太太的身上 所以现在为什么忧郁症那么高 压力都很大 我们感受 一个人的潜力 是在压力很重之下激发出来 还是在被充分信任的 环境之下出来的 看起来我这个问题好像比较难 我看大家陷入沉思 我们思考这些问题很重要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假如我们自己觉得 我们是在充分被信任的情况之下 潜力可以出来 那我们就应该给别人信任了 而不是 我们自己都觉得 有压力的时候很痛苦啊 那我们就不应该去给人家 很大的压力了 陈德啊 小学的成绩啊 四年级以前都很差 都二十几名 我的母亲啊 跟我同一个学校呢 假如我是另外一个老师的儿子 我就扁掉了 可是我妈妈从来没有拿我的成绩去跟别人比 我有发现 我母亲那个同事 那个很在意孩子分数比来比去 后来她的孩子 不幸福 结了婚都离婚 为什么 她的内心不健康 哎呀 经营婚姻不简单 婚姻来自不同的背景 一个人包容力不够啊 她要经营婚姻是很辛苦的 这个我们 待会儿这个婚姻与家庭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啊 家庭好了 社会才会好 可是家庭里面最核心的是 不够关系的 不够关系的 好 所以我们 感同身受的能力啊 要慢慢把它恢复过来啊 像我们当老师 曾经 有一个孩子 他到学校来 迟到了 以前的经验都是 你怎么可以迟到 你给我站站站站站多久 都是这样的对待 后来来了一个新老师 看到那个孩子迟到了 第一句话问他 你吃早饭没有啊 哇 那个孩子一下先嫩了一下 接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为什么 家里父母 母亲没有照顾啊 根本就没有吃早饭来了 缺爱 看这个老师 我们 面对过的学生呢 我们都亲身体验 比方我教过一个学生 考试都是四五十分 我们很关心他 他一喜欢这个老师呢 他第一次考试就是九十几分 不是这个孩子没潜力啊 老师都不信任他 他就破罐子破摔了 老师很信任 很爱护他 他的潜力就出来了 我们真的要 克制住脾气啊 我们才能够去感受到 对方的心 我们古人呢 有很多的句子啊 都是让我们去体会 那个看不到 但是是存在的 比方大学说 财善 财善 明聚 财聚 明善 你一个企业家 你一个领导者 把全都聚到自己身上来了 没有人要跟你干 就像每一个朝代 那个暴君被推翻了 他仓库里面钱多不多 很多啊 他从老百姓那边收过来的 可是你看啊 慷慨 帮助人民了 钱是看得到的 人心看不到 可是他散出去之后 他的国家非常团结 所以我们呢 在未来啊 确实是要能 感受那个看不到 因为那个看不到的 比看得到重要太多了 心看不到 他存在 我们想一想 请问现在忧郁症的人 是因为他没有钱吗 我看不一定 那我们以后要发展事业 我们要体会那个看不到的 我以道圣和夫 道圣和夫是经营之圣 所有企业界没有人的成就 超过他就举一个例子就好了 日本航空破产了 当时候道圣和夫已经出家了 他为什么出家了呢 因为他自己亲手创立了 两间全球五百大 结果他得胃癌 他没有慌张 然后他就心平气和的 把这两间公司通通交代好了 都有人担任他的工作 然后就出家去了 后来胃癌就好了 后来 日本航空倒闭了 好像是2010年了 当时候的首相 揪山游吉夫 去找他 你可不可以出来 拯救日本航空 因为日本航空算是 它国家型的企业标杆 这对整个日本人的信心影响是很大的 他答应了 所以他给我们表演 出家在家也不执着 这个才是大乘佛法的精神 他假如说 我都出家了 你找我麻烦干什么 大家知道 道圣和夫 他出来之后 影响全世界的企业几千家以上 而且这种影响还持续在发展 结果呢 这全世界几千个企业去请教他 你是跟谁学的 他说我跟你们中国的老祖宗学的 所以我们自己要对自己 祖宗留下的文化有信心 他一出来 四百二十四千的时间 从破产 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就转亏为盈 一千八百八十四亿日元 扭转乾坤了 他来 首先跟全体员工讲 我一分钱都不拿 一下子 全体员工知道 这一位长者来干什么的 来救我们的 来帮我们的 士气大振 那他强调的 比方说 我们经营企业有几个重点 制度 他说制度是一个企业的基石基础 但是人心比制度还要重要 这个话很重要 当我们只有制度 一个领导者体会不到人心的时候 他会被制度给限制死了 他情理法不会运用了 然后就会很失败 所以人心比制度重要 人心看不到 制度看得到 这个制度观 第二个激励观 员工的动力 一定要有物质的基础 可是更重视 精神的鼓励 你一个企业 每一次年中 有 BMW的摆在那里 你看 你看抽到奖 一台车 你只有这个 你去观察 这样的企业流动率非常的高 他只有用物质 假如这个企业 他年末的时候 是把家里的老人都找过来 这个老板感谢员工的父母 让员工过年给老人家倒茶 顺便送上一个红包 你把孝道 变成你企业的一个文化 员工得到的精神的感动 精神的熏陶很强 但是精神看不到 所以你看经营之圣 他都是在强调 精神的部分 不是只有物质 比方说人才 他说才能固然重要 可是人品更重要 请问人品 只有你静下心来去感受 去观察 人品不能拿出来 只有你去观察 可是学历可以拿出来 我是剑桥大学毕业的 这个拿得出来 我打字一分钟多快 大家要知道 所有的才能是为德行 所统率的 假如他有德 他这些德行都会用在利益的 这些才能 假如他没有德 他才能越高 越very dangerous 他就变成危险品了 刚刚说的 我们要去感受那个无形 但是却是更重要的 部分 就是人心 就是道德 那我们进入家庭 师长 曾经在澳洲 昆斯兰大学 因为当时候 他们有和平学院 请来很多专家 很多专家学者 专门研究 化解冲突 促进世界和平 所有的专家都发表完了 有用外交的手段 用经济 甚至是用武力 都提出来 都提出来方法 后来老人家说了 我们要解决问题 首先 就像我们中医治病一样 得把病根找到 才能对症下药 这些专家也觉得有道理 接着老人家说了 病根在家庭 这个他们就没听过了 因为夫妻冲突了 每一个人 都是从家庭成长出来的 他所接触到的父母 假如是冲突的 他就没有学到 怎么样跟人家和平相处了 这么一分析 这些专家都觉得 有道理 老人家接着说 这还不是最根本 是智力还是利他的冲突 你先想到自己 还是想到别人 你能想到别人 就冲突不起来了 你想到别人 爱人者 人恒爱之 敬人者 人恒敬之 所以孔子有说 孔子 他这一段话 是什么因缘讲出来的 因为鲁国的国君 问孔子 房子往东边建了 吉不吉祥 孔子 胸怀 人鸣 这个国君讲一句话 他就抓住这个姻缘 国君 天下有五个不吉祥 房子往东边建不算 提醒国君 第一个 损人 损害别人 想自己磨得利益 深知不暇 因为损人就损自己的福报了 根本不可能利益自己 这个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 用这种手段叫小人冤枉 做的小人 第二 弃牢 取幼 家之不暇 一个家庭 忽视老人 重视小孩 吃 小孩第一 出去玩 小孩第一 这个家不吉祥 这样的孩子带出来 就是什么 就是以他为中心 他就会自私 吃都是老人第一 那孝道就传下去了 国家团体 事贤认不孝 就是用不好的人 好的人才 有得的人才被排斥了 国之不暇 整个风俗 社会也风俗 老者不教 幼者不学 俗之不暇 所有为人长辈的人 要有责任 不能说 年轻人 有年轻人的想法 我们管不了 这一句话 不要对别人说 结果大家一听 对了 对了 都别管了 都别管了 那下一代都不懂 做人就麻烦了 从小教啊 他大了 你也用 身教来感动他 不能说不教了 最后 圣人服逆 愚者善权 天下之不相 圣人的教诲 没有人学了 愚昧的人 反而掌握权力 甚至他讲的话 编入教科书 这影响的面就很大了 你看我们刚刚分析 所有的问题 是利欲熏心 孔子说 君子欲益 小人欲利 请问孔子这句话 有没有解决问题 讲到根本 你要教他益 你不能他幼儿园 你就教他竞争 就只想着 先是我的利益 竞争在发展 会变斗争 斗争在发展会怎么样 战争 现在这个斗争 在家庭里面很多 兄弟父子都上法院了 那是斗争 这样的发展趋势不妥 要良性发展 不听老人言 又听了偏颇的说法 在整个商业的教科书里面 有一句话 被奉为闺孽好久 叫企业唯一目的 赚取利润 这句话是教小人 请问全世界的环境 破坏得这么厉害 跟这一句有没有关系 所以孔子说 圣人的话没人重视了 错误的观念 居然编到教科书里面 天下不暇 所以正确的思想观念 就要从夫妻建立共识 然后教育给下一代 所以刚刚师长老人家分析的 动乱的根源在家庭 礼记当中说到了 男女有别 而后夫妇有义 夫妇有义 而后父子有亲 父子有亲 而后君臣有正 这句话分析得很清晰 我们今天看 现在上下级关系 君臣关系很乱 要不就虐待底下的人 要不对上不忠 很快就跳槽 其实说实在的 这种企业 跳槽的风气很甚 当老板好不好当 每一年很怕 又要过年了 临终奖经一发 就很多人没回来 我感觉 现在干什么都不简单 因为你只有考虑 自私自利的时候 什么关系都不是很稳固 但是 这个企业团体的 君臣关系 君臣有正的前面是什么 父子有亲 因为忠臣出于孝子之门 可是孝子怎么来的 是在夫妇和乐的氛围之下 这个孩子看到 父母之间有情意 恩意 道意 他感恩心就起来了 所以父子有情 假如夫妇 常常冲突 这个孩子只想着 等我十五岁了 等我几岁了 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那夫妇有意的前面是什么 男女有别 别在哪里 别在一个家庭里面 分工合作 互相感恩 家庭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工作 还有经济的部分 还有校养老人 教育孩子 这些都是家庭里面的任务 那夫妻就要 把这些事情都要做好 在古代是农业时代 那男人 他劳力 他在外工作 男主外 女主内 那现在社会 那现在社会 商业 算 比较发达 社会 有在改变 但是 夫妇之间的分工 这是必要的 因为分工的时候 彼此都觉得 哎呀 很感谢你 没有你 我们这个家 没有办法这么安定 就互相感恩 你说在古代 先生扛着这么大的 社会压力 那太太在家 很安定 她感谢先生 那先生想着 太太吧 老人照顾得那么好 孩子教育这么好 回来都有热腾腾的饭 可以吃 他就感恩他太太 所以这个叫 男女有别 儿后夫妇有义 假如夫妇都是赚钱 你赚钱 我也赚钱 我还赚得比你多 诸位女同胞 千万不要跟你的先生说 我赚得还比你多 因为男人跟女人 是有点不同的 你们不要去告我不平等 我现在是在 分析 分析一下 孔子为什么说 男有分 女有归 这个就点出来了 女子的感情 比男子稍微丰富了一点 现在讲话都要很小心 不然一下被贴了 怎么 我去了英国以后 这一点要更小心 在讨论男女 男人呢 他毕竟是阳刚 在属性上 那可能我讲到这里 就有人不服了 我家那个先生 都把我推出来了 他都不站在前面 但人跟人相处 他是会互相的 当你 你先 你先 一次两次 相三次 慢慢他说 就站起来了 假如你都说 你后面去了 后面去了 他这样 就互相的 所以啊 现在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 不要去要求 对方 我们在五轮关系里面 我们自己先明白了 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 只要从我们做起了 正己化人 这个五轮里面 的关系 就会良性循环 那 男人呢 他 阳刚 阳刚啊 他好面子 诸位男同胞 这个 我们下午 有一个小时是交流 假如大家 有不同意的地方 请写下来 这个 我没有强迫大家接受 我只是分析 分析 因为 你犯了男人跟女人 最大的禁忌 那这个 相处起来 就会比较有隔阂 你越尊重男人 他 他可能他的潜力 越能够 发挥出来了 好 可以 太太做家庭 有些家庭 可能是 先生 比较会照顾家 那这个 姻缘不同 但有些家庭 是要 夫妻一起 都工作 那 回到家里来 就要互相 体恤 不然 你赚钱 我也赚钱 洗碗 我也很累 光是一个洗碗 就可以吵起来了 所以 老祖宗这个 夫妻能够互相感恩 那这个在家庭里面 我们就要能 从自己 先带动 起来 那当然 家庭里面 孝顺为 其家之本 只要 有孝道传承 这个家是 有福的家 那我们 首先这个夫妇结合 见和同结 有一个词 叫门当 对 好像这一句话 现在的人 有点用歪了 一想到 门当户对 想着 他们家收入多少 要 差不多 差不多 其实这个门当户对 应该是 思想 观念 建和同结 才能建立 共识 假如夫妇的 价值观 都不一样 一个要往东 一个往西 请问他的孩子 过的是什么日子 过的每天 要选边站 这个压力 是非常大的 深合同住 夫妻要互相包容 因为来自不同家庭 口合无真 讲话不能太立 言于人 分之命 有一对 有一对夫妻 他们结婚前 他们结婚已经六十多年了 老人家都九十岁了 子孙都没看过他们老人吵架 就请教他们 夫妻怎么相处 九十岁的老人家就说 我们结婚当天 夫妻就有建立共识 因为要给孩子好榜样 只要有一个人 讲话 有情绪了 另外一个 就先离开 先出家门走一走 这个老人家讲到这里 接着就笑着说 这六十多年来 每次都是我先走出去的 口合无真 不要争吵 我们听到这个老人家 要这么讲 要用心去感受一下 用心感受 我们有时候学习 只是记一些句子 但是我们没有用心去感受 这个故事 当先生 太太有时候声音高八度了 先生头稍微低了一下 往外走了 太太在家里怎么想 哎呀 怎么又是我了 哎呀 还是先生有修养 每次都想起我们的约定 先生走出去了 当然哦 十五分钟就好了 不要出去太久 到时候太太说 哎呦 会不会想不开啊 随时都要体会到 对方的心情 互相体恤 十五分钟回来了 回来 这个时候 太太会不好意思的 你可不能一进门 太太不好意思 盛了一杯茶给你 啊 不好意思 头还没有看你 这样端过来了 女人是比较含蓄的 男人要欣赏 女人的含蓄之美 结果 假如这个时候 先生说 你看 又是你了吧 他那一杯茶就喝不成了 他太太说 有什么了不起 假如他太太 很不好意思 这个先生感受到那个尴尬 马上 哎呀 太太啊 好久没有回去看我岳父岳母了 今天买点东西 回去看爸爸妈妈吧 哇 你看 当下你太太有什么感受 我看眼泪绝对会流下来 你要用德行 让夫妻之间 更心连心 二人同心 其利就断经了 我记得我们 台湾的广告 有一个广告 让我们印象深刻 哪一个产品 我就不说了 到时候又说 我给人家打广告 那个广告就是 可能都差不多八九十岁的老人 老爷 梦安仔爱吃菜了 初一十五道了 你看那个广告 老夫老妻牵着手 老来 这个老伴 口合无真 义和同愿 夫妻要一起成长 一起跟着我们东西方圣人的教诲来学习 人不成长是不行的 夫妻一个成长一个不成长 那很累的来带动对方提升 因为人生你随时会面对不少人生的情况 都要有智慧去解决 还有力和同君 夫妻之间的钱财 不能分得太分明 我要有自己的小金库 我母亲不管钱 我父亲管的 我母亲轻松非常多 当然信任自己的丈夫 财务清 怨何深 家里面往往是看钱看得太重 会产生很多不愉快 像 我记忆当中 母亲那边的福报 比较没有像我父亲这边兄弟这边好 所以 我那些表哥表姐 她们家里有需要 都是我父亲主动去帮忙 不用等我母亲开口 还要开口 就已经不够体恤另一半的心情了 所以都能感觉到 父亲主动用经济去帮助这些亲戚 母亲是很感动的 好 我想 建和同姐是一个关键 而在建和同姐当中 我们首先要思考 怎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的幸福快乐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追求幸福 可是为什么这个地球上的忧郁症越来越多 你说现在的人工作比以前不努力吗 不见得 也很努力 他们误会了 他们误会了 快乐呢 是从外面来的 外面来的快乐叫刺激 叫刺激 那一天听到 有一个年轻人 她母亲一直 什么不能做 什么不能做 妈妈你让我做一次 我只是去看看 那个夜店是在干什么 结果她 去了夜店 她发现 她发现 那个酒好贵 然后一喝酒 她就观察到 人 控制不住行为 乱性 然后喝酒 吐 然后还吐了之后 搭计程车回去 花很多钱 她看了一次之后说 那种日子有什么意思 当然我不是鼓励去夜店 大家不要误会了 你自己的孩子 你要给他信任 让他有判断力 那 现在的人就觉得 我要从外面找到快乐 那个叫刺激 大家看 你去夜店 喝了酒 跳舞 你隔天 累得半死 而且这样的日子 他的身体 也一定会搞垮掉的 所以这种刺激 你真正的烦恼 没有解决 而且你会付出 身心经济种种代价 你会越来越痛苦 所以科学家说 人一般一两岁的时候 一天笑180次 成年之后 一天笑七次 所以当我们的人生 价值观不对的时候 会越来越笑不出来 因为我们往外去追求快乐 一往外就有求 一贪求了 就有求不得的苦 你求的东西越来越多 当然你的痛苦就越来越多了 古人知道快乐是从内而外的 所以知足 常乐 为善 罪乐 助人 为乐 孟子的三乐 都不是从外面来的 第一乐 父母俱存 兄弟无故 天伦 天伦 成德的观察 一个人 精神会匮乏 会有很多烦恼 很缺爱 都是因为 在家庭里面 得到父母兄弟姐妹的爱不足 以成德来讲 我得到父母跟两个姐姐的爱 是无私的 所以我就精神层面很充沛 我也不会想从任何人身上得到什么好处 因为你没有觉得匮乏 你觉得我好缺 你就会想从别人身上拿 你要对我好 我们自己不缺爱了 就没有这种需求 就会觉得我已经是很幸福的人了 大家不要觉得幸福一定要有钱才达得到 像我们家的幸福 比方我父亲买的第一台车 他的朋友已经开了十年了 他买回来的时候 那个后座是歪的 所以我们三个孩子坐在外面 后面都是歪一边的 在座位感情比较爽 挤得越 感情越好 我们感受到父亲 我们感受到父亲尽他的权利 再让我们留下很多成长美好的回忆 所以从来不羡慕人家有钱 人会羡慕别人是精神有匮乏 所以真的 你给予孩子笑涕 他一生受用 天伦之乐 再来 养不愧于天 腹不作于人 良心很安 人假如良心不安 对自己的能量消耗是非常大 第三 得天下英才而交之 其实这个不只是当老师是这样 只要你真心去帮助别人 别人受用 他会感谢你一辈子 甚至你的朋友 你很真心帮助他 把老祖宗的智慧介绍给他 他人生改变了 我这一生就是因为遇到这个朋友 我的家庭 我自己的命运才能转 这个基的因德就很厚了 好 所以我们了解清楚 真正的幸福 是从内而外的 那我们就能迎来的是五福灵门 五福 第一个 长寿 我们新加坡国宝 许泽女士 活到一百多岁 她都帮助别人 忍者寿 这是长寿的好榜样 第二是富贵 富贵 我们看得更深入一点 富是什么 知足者富 人不知足 你再有钱 你都觉得你不够 人敬者贵 人家打从内心尊敬 这真正的贵 你假如当老板 你不仁慈 人家见到你 给你鞠个躬 你一转头 人家就骂你了 所以弟子贵说 代弊谱 身贵端 虽贵端 慈而宽 人质宽 这才显出 你有地位的人的尊贵 就好像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他地位很尊贵 他有因缘 遇到百姓 遇到环卫工人 感谢你为这个社会的付出 你看那个环卫工人 感不感动 尊重人家的劳动 不只那个环卫工人 感动 所有的同行的人 都很感动 还是他街上遇到一个老人 他很关心这个老人 嘘寒问暖 那个老人的孩子 感不感动 天下的老人 感不感动 所有的小孩 也很感动 对人家的父亲 这么好 所以这个 富贵是因为行为而尊贵 不是因为有钱而尊贵 第三是康宁 就是身体健康 我们老祖宗有一部经典 叫《皇帝内经》 有一句话供养大家 这一句话能掌握住的 身体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饮食有节 并从口入 吃东西要有节度 食事可悟过者 对饮食悟减则 起居有偿 生活作息要正常 熬夜是最伤身的 不忘做老 就是身体不要透支 然后 这个 夫妻之间 欲望也要拿捏分寸 这个 都是不忘做老 那当然夫妻之间 我们也要能尊重到对方 这个原理原则 哪里好 而人 只要精神层面 慢慢提升 他物质的欲望 慢慢会减少 这些都是循序渐进 我们了解到这些道理 要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一句话 中述之道 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 不然 大家听完今天的课 回去之后 我不煮肉给你们吃了 到时候 你先生说 这个成德 这个人 哪天有机会 我找他算账去 所以我们明白道理 言以律己 从自己开始 做起 宽以待人 这个五福 第三个是 浩德 浩善浩德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范宗淹是榜样 孔子是榜样 我们教育界的同仁 那么多 前辈那么多 我们现在把教育办好 功德不输给孔子 孔子那时候 还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困难 我们现在比那个时候还要难 那个时候 礼崩越坏 但是文化 人家还觉得 对 现在西风东径 我们讲这个 人家说 过时的东西 但是难行 能行 难忍 能忍 功德更大 所以李扁南老师说 困难越大 功德越大 欢迎困难 欢迎困难 好 最后一个是善终 人 临终的时候 没有痛苦 很清楚自己要去哪 哪怕有病苦 但是自己的意识非常清楚 也不会受影响 那 人生 死 生 是大 人生最大的事 就是 临终去哪里 到天国 永生 到极乐世界 无量寿 其实说实在的 把人生最后一刻 看清楚了 也没有什么好真的 最后一刻是 一口气不来 生命在呼吸之间 双手双脚一摊 身体都带不走 身外之物 怎么可能带得走 所以真正明白了 努力带得走的 留 留得下来的 带得走的 是我们的智慧的提升 是我们所做一切善事 他虽然看不到 他有力量 就好像我们学佛的人 你所做的都跟普贤菩萨相应 那个功德的力量 它是存在的 你只是眼睛看不到 你临终的时候 那个功德力 就带着你去极乐世界了 这个在普贤行愿品里面 都有讲 你其他的宗教 他的善积到那里了 他临终就很自然的 甚至于有天上的天人 来接他去 这个在古书里面都有 这是善终 这是带着走的 留留得下来的 是我们积的应得 留得下来的 是我们好的家道 千万不要留太多钱 钱这个字 左边一个经 右边两支刀 台湾有企业家留得太多钱 结果子孙分不平 死了三年之后下不了账 这些钱还没有搞定 不能下账 所以三字经说 人以子经满营 一般的人 想得不够深远 都想留钱给孩子 我交职为一经 把智慧 把经典的智慧传给孩子 这样更考虑的深远 今天时间到了 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